MING PAO TORONTO 大家好 我是電腦王阿達 今天呢 為了來開箱一個大的 看一下 這麼大 那它裡面是甚麼東西呢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阿達之前開箱過一台機械狗 它是四足式的機械狗 那這種機器人呢 其實有幾種路徑在走 第一種它可能是雙組或四組 另外一種就是一個輪行的 它有點像平衡車一樣 這兩種路線的機器人都能做 那今天我們要開箱的這台呢 是來自對岸的一間公司 叫本墨科技的行天機器人 是專門做一個輪狀型 可以自己行走的機器人 對方自己號稱比那台四組還要厲害 接下來就為大家直接開箱看看 裡面有什麼東西 首先呢再來去看一下 這一台它送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箱子 超級厚實啊 然後我覺得它當行李箱都沒什麼問題 而且下面有附輪子 所以你可以這樣子拖著走 還是這樣子拿著走 都很方便 不過呢它這個夾子會反彈 夾到手很痛啊 好那接下來我們直接打開來看看 裡面有什麼東西 這個東西配置的蠻漂亮的 你看說明書 那這個乾燥機它怕它受傷 還有適用的T-Shirt 不錯喔 好 先放在那邊 這台就是它機器人本體 果然是個遙控器 它有充電的變壓器 還有一個工具 這樣子 好 我們先把它放旁邊 其實這個機器人不像這個箱子這麼重 這個箱子本身我看就十幾公斤重了 就長這樣 然後我轉個方向 這個不是正面 它的正面應該是這樣子 大家看一下 它的正面應該是這樣子 然後因為現在還沒開機啊 有沒有像那種軍武機器人 蠻酷的 然後它是使用輪子裡面有駝而已 進行平衡 接下來阿達會玩個一兩個禮拜之後 再為大家繼續做這台詳細的心得 's 咻 X昨天 好 經過了幾天使用之後 我大概已經能夠比較清楚跟大家講一下 這台本莫科技的行天機器人 它能做什麼事情 然後它的功能是什麼 那行天這個名詞 它其實是山海經裡面的一個遠古神明 它的造型是一個沒有頭 然後拿個盾牌的一個巨人 然後在那個未來戰記店裡面 它是一個大型的裝甲機器人 這台進重只有22.9公斤 含箱子要42公斤 那尺寸它躺著是540×371×270 站起來的情況下 它會變成540×371×491 直立的時候它最多可以承重4公斤 也可以用伏伏前進的狀態進行操控 在那個狀態下可以承重80公斤 相當的厲害 那它內建的系統是Ubuntu的Mate系統 內建的電池是6A 官方給的資金是直立時低速前進 大概可以玩3個小時 伏伏前進時可以高速玩4個小時 最高時速來到7.2公里 它在操作的時候都是透過這個遙控器 它並沒有說像APP還是其他控制方法 它只有一個遙控器而已 那接下來呢 阿達也簡單為大家講一下它的遙控器的配置 它的遙控器分左右兩邊 如果說我這樣子 左側這個半鍵往上它就站起來了 往下它就會滴下來 再站起來的時候呢 左半邊這個搖桿它是可以這樣子 調整它的頭的一個角度 左右則是像這樣子有點像跳舞的感覺 高速前進的時候它還可以控制它的重心 那右半邊呢就是前進後退跟轉向 操控起來啦 老實講我是覺得相當的靈敏 另外呢它的控制器這邊 還有一個可以調整它的高度 在右側的那個肩鏡這裡呢 則是可以讓它跳躍 它的控制方式非常的多 大家可以看我們前面這個列表 那接下來呢 阿達就直接為大家實際操縱看看 首先呢先前進 這是慢速前進 看起來蠻科幻的有沒有 那也可以一面前進呢 一面前進我一面給它 這樣子有沒有 它就是這樣子有點像過彎 其實本木科技它本身 並不是做機器人的 它的老本行是做直驅電機 是把齒輪減速器直接去掉 所以啊機械人在行走的時候 才可以這麼的安靜 可以走走 就給它跳一下 跳一下有沒有 是相當有趣啊 我只要遙控器的尖鍵按下去 它就會進入高速模式 給大家看一下 就跑得比較快了 有沒有 有沒有 在高速模式下是沒辦法跳躍的 那只要搬後它就停了 然後就不能控制了 那這一台其實啊 我是覺得最厲害一點就是它的平衡感 之前拍的那個機械狗 走一走自己都可能會跌倒 那這一台呢 停它不會倒 這一台啊 它外面都是鐵的 所以啊 你是真的可以這樣隨便踢它 隨便踹它 它都不會生氣 然後也不會倒 另外啊 如果說我把這個模式搬下來 這叫做浮浮前進的模式 這個浮浮前進的模式下呢 它就可以像一般搖控車一樣這樣跑了 而且它的速度是 我是覺得還算快哦 那基本的這種前進後退啊 走來走去這種看完之後啊 接下來挑戰看看 這一台 它能夠走哪些地形 在這邊的街頭上 在這邊的中間 拍至少女лем的 我們現在就要吃下去 我們在那裡 會不會超主意 但是我們在這裡 太多看了 那麼不會和 parade 接下来这个机器人应该要做什么挑战 就是送咖啡挑战 不过因为它不防水 我怕咖啡撒进去它就坏了 所以呢这个挑战我们跳过 但是呢我会架一个相机 然后录一个前进录影画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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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我们测试在本木科技的行天机器人的一个 简单的动手玩 那这台老实讲我觉得啊 你说它是机器人嘛 你还不如说它是一个长两只脚的科幻遥控车 因为它既不智慧也不能用APP控制 本身也没有镜头 所有操作都要透过遥控器 我是觉得在操作的乐趣上可能相对就少一点 但是你拿来玩呢它是相当好玩的 因为它的越野能力啊它的平衡能力啊 载重能力啊等等啊 我是觉得都相当让人家印象深刻 不过因为它的售价并不便宜 它的官网现在卖的是2899元 老实讲它并不便宜 按赞订阅跟开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